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放长 感定篇每一句都可以对照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人事物的一些作为 小从个人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世界 因为经典它就是真理 真理也变一鸣 经典不会因为时间 不会因为地区而有所改变 所以它才叫做真理 所以真理它是超越时空的 因果报应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是真理 标准就是感应篇 国家的十善业道经 独家的地址归 包括论语 这些都是属于经典 所以经一旦成为经 那就不能去改变的 因为它讲的都是事实真相 你相信它是这样 不相信它还是这样 不会因为你不信 那么它就不是这样 所以才叫做真理 才叫做事实真相 因此 我们如果不接受经典 不接受真理 违背这个经典 的这个教导 说实在话 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自己造罪业 强来受恶报 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所以感应篇一开头讲 破福无门为人之造 善恶之报如云的水行 这是真理 是真相 现在灾难这么多 怎么来的 人心不善感召来的 我们用感应篇的标准 用十三页的标准 你来对照现在世界的人心 造善的多还是造恶的多 我们大家都会清楚 一直造作恶的人多了 造作恶业的事情多了 造作恶业的事情 造的大了 当然天灾能获惑 成出不穷 那么人 恶 它的根点就是自私之地 善就是大公无私 没有私心 那是善 你有私心 就是恶 所以所有的恶 都从私欲来的 自私之地 自从贪欲欲望来的 那么公它就 扭贪了 一切为大家 一切为众生 那么大家都好了 自己也肯定好 大家都不好 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不是真理 你比如说 这一次新冠状病毒的感染 我们台湾受的感染的人 算是最少最低的人 但是全世界很多国家 那都很严重 那我们不受影响吗 肯定也受影响 那要怎么样呢 全世界多好 那我们也一定好 全世界都不好 只有我们台湾能好到哪里去 在想象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起心动恋 不能只有为我们个人 为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现在牢上讲 你最起码要为整个地球 那佛讲的更究竟圆满 尽须空骗法界 为一切众生 没有自己 没有实心 恋恋要利益众生 这是自善 那现在大家都是自私到 连家庭都不顾 就是想到自己 自己个人 那你就自私到谁来 自私自利 不是造恶愿 损人利己 实在讲 我们了解因果抱怨 损人其实不利己 反而是害己 损人不利己 但是我们有这种私心 自私的心 总是想损人利己 损害别人的利益 来利益我自己 那从因果论来看 不但你损害别人 你自己得不到利益 你还倒贴了 倒亏损了 感应篇后面不是讲吗 取非一之才 譬如肉腹救急 正有此可 非不赞保 死一几之 不但得不到好处 反而有坏处 有害处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明了 这个因果报怨 善恶因果报怨 这个事实真相 大家想一想 还有哪一个人会去造恶业呢 还有哪一个人会自私自利呢 不会啦 因为知道了 你自私自利反而得不到好处 为大家 那你自己得到的好处最多 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就特别特别重要了 那现在呢 这个跟西方国家学的那些法律 不合乎人性的 不合乎人性 不合乎这种常理 而且是非粉疗不清 以区为职 以职为区 区职不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台湾也学习外国啊 定一个虐待儿童专案 有个电话啦 中文给儿童报案的 定这个合不合乎人性 那父母啊 孩子如果错了 讲那几句 我打电话去哦 虐待儿童哦 等一下警察就把你抓走了 那你 如果你是父母 你的儿子这样 你的感受如何啊 你会很欢喜吗 那么 虐待儿童 不是没有这个事情 那不孝父母 那就更多了 那我们老祖宗教人啊 他是教什么 父慈子孝 那怎么会内带儿童啊 父母要慈爱啊 慈啊 所谓天下父母心 那儿子指你要孝顺父母 他不是这样教的吗 他不是教这个 互不辞 子不孝 那不是教这个 那现在真的是教这个啦 教人啊 互不辞 子不孝 现在的父母真的 没有仁慈心啊 为什么没有仁慈心呢 因为你忍心让你的孩子堕落 你不教育他 他将来犯错了 他不孝了 你能怪他吗 第一个你父母是要反省啊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下面人民犯罪了 你能怪他吗 那像这个尧顺礼汤啊 这个是我们中国啊 古圣先王 这个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啊 就是自己没有把人民交好 所以他才犯罪啊 看到人家犯罪啊 他是还险自己啊 检讨自己啊 自己没有做好啊 罪过在自己啊 现在哪一个领导人这样 全世界 你看有哪一个 这对你家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这个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所以民主制度 就是不负责任的政治 做了几年 他就下来了嘛 反正他这几年的利益 他捞走了就好了嘛 后续他就不管了 那你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吗 那你说会越来越好 那真的是疑痴懒 所以这个感应篇啊 实在讲 他每一记 我们都可以把现实生活啊 发生的事情 其实说 是一个剧本 一些表演 特别现在的新闻啊 报导这些的 所以你说 剧辞子孝 他怎么会去虐待儿童呢 弄个儿童专线 那你弄个虐待儿童专线 就表示 你国家的人民 通通是剧辞 只不孝 那才会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 这说明 你们做父母都很不慈悲啊 你自己儿女都要虐待 是不是这样 而且现在做父母的更残忍 堕胎 杀亲生儿女 那这一条怎么算 感应篇讲 孙子堕胎啊 那现在法律合法 那不是你教出来了吗 那所以你说 现在定那个法律 他是定什么法律啊 他为什么有问题呢 因为不学这个圣教 你不学经典嘛 所以古人讲啊 子孙虽语啊 经书不可不读啊 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读到博士 他讲的都是对的哦 不是哦 他那个博士 什么教授 他是他那一个专业领域 他的专长 那些我们要请教他 那些要听他的 那不代表他对这个是非善恶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他就懂哦 你要搞清楚哦 所以孔老夫子讲啊 他的教学就道德 人意 道德人是根本 意 那个艺术的意 就是科技 现在讲科技啦 科技大家听得懂 其实这个意啊 它包括不但科技 文艺 文学 哲学 各行各业 通通包含在这一个字 那么这个是 字末 那现在人只学这个意 前面那个没有 没有根本啊 好像一个树没有根啊 那很快就哭掉了 那些意啊 他就得不到真实的受用 反而学了越多越害人 书读的越多越害人 越懂得怎么去害人 所以过去这个李老师讲啊 千年要读历史 但是说你读历史啊 你不要读到像那个战国 那个测试一样啊 到处去给人家 弄一些计谋给人家 弄得天下大乱 那同样读这个东西 那你没有 他没有道德人嘛 他去 讲这些 去挑拨 他目的是什么 你读了历史 你就有见识了 你现在发生的事情 古时候都发生过 只是历史重演 你要搞清楚 你读了你就知道了 这些该怎么做 所以现在不要读历史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 吸收古人那些 历史的教训 历史的经验 所以要读史长见识啊 读经啊 长学问啊 所以读了历史你就有眼光了 你要用在正面上 不能用在那个 你摩取实力 就造罪业了 那这个为什么呢 你还是前面那个道德人啊 你有道德人 你写什么 你都会把它用在正面的 你没有那个 你写什么 纵然你写到这个经典啊 你没有这个根本 你也是给它乱用 变成副作用 所以那个根本道德人 道德人力 这就是正理 所以我们这些都可以来 从这个地方啊 去来自己自行化它 正体化人 先从我们自己来做 慢慢啊 希望啊 说的人都能够来学习圣教 那这个世界才会有太平的日子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不会挣扎 罚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乍我们的一切 文言版本学校 有语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果 traction考我们 reindeer 老常 모습都不能帮阿弥陀佛